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5月30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股市 昨天是因为阵亡将士纪念日 俗称国商日 这个休市一天 台北股市也在连续大涨了三天之后 今天先呈现一个震荡整理 开盘小涨12点 大部分时间都在平盘附近游走 盘中一度压低下跌57点 尾盘因为有起指摩台 跟这个副台的结算 收盘是下跌13点 以这个16622点来做收 成家量稍微缩一点 但是也有3088亿的量 那指数的部分连涨三天 今天稍微做一个震荡 这个不意外 重点是会发现到 前两天一堆人在到处追逐的 AI人工智慧的题材 一些IC设计股 IC载版的股票 散热模组 市场都点名是属于AI概念股 结果今天发现到指数好像没有太大的波动 好多股票都是杀声隆隆 反手下杀 包括这地方 这是IC载版的蓝店 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还抢个短多的买进 299买进 309就卖出 不卖的话 你看到这两天就掉下来 甚至今天收盘大跌了8块半 杀到294 赚了如果没走 现在反而又套牢在里面了 对不对 齐鸿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也跟大家讲过 当拉高上去众人在追逐的时候 疑似有短线大户在拉高出货了 建立先卖后买 那今天也是反手下杀 大跌了4块半做收 甚至包括像高价IC设计的翔硕 这个搭上了所谓的AI的题材 他的高速传输界面 市场点名说也是收费者 一堆人抢劲之后 今天甚至是杀到跌停板 中错了130元 以111这个1170元来做收 哇你看到 反而现在这些人工智慧的股票 杀声隆隆啊 所以到底这个地方 这波AI的一个题材 大家都说 哇一个挥达旧台股 但是到底谁能够真的受贿呢 拉回来有谁能够买进 到底里面的概念股如何操作 才能够稳扎稳打 真正将获利放进口袋 好针对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会继续跟大家来做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先来观察一下 现隆老师今天是不是能够 继续利用快达当重作战 稳扎稳打的再帮会员朋友 掌握这个赚钱机会 那今天我们锁定的标的 其实也跟AI人工智慧题材有关系 锁定的个股 常是这个地方 代号3711的封测龙头日月光 前两天也刚刚提到 日月光也算是这个 灰达供应链这一元 那最近其实利空频传 四月营收减少了10.9% 而法人也预估下半年订单回温的力道 可能会比预期弱 但是注意报纸写说法人估计下半年订单 这个回温力道比预期弱的时候 投信法人居然是连三天的买超 那除了说跟日月光这个有AI提产之外呢 另外也跟明天我们说过 这个00878这一档ETF 要做指数整份股的调整 这次把日月光纳入到里面有关系 那当今天早盘股价开高震荡 而且上档有大笔的尾卖单 看似卖压沉重 吸引散户卖出放空 做个洗盘间又空动作之后呢 接下来又发现了股价是怎样 低位破低高先过高 拉回来守住均价那样直速 开个平盘一度下沙的时候 他没有去破早盘低点 反而先过了早盘高点 拉回来也守在均价 均价也在上扬之下 其实这个有搭户洗盘之后 准备再度进货迹象 动能指标也翻红出现了转墙讯号 所以今天日月光我们建议会员配奥 采取短多先买后卖的策略 那这是9点20分发出的指令 快打当中标的注意 今天我们短多3711的日月光 短线技术面转墙 定价111.5以下到110.5之间 都可以先做买进的动作 停损定在109 目标放在106 116前五以市价追高杀低 所以你看到 现隆老师给会员配奥操作的指令 做什么股票代号多少 要买还是要卖 而且价位定在哪里 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不需要用市价去追高杀低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跟着其他头股老师做当冲 那些老师常常就是告诉你 这档股票压力在哪里 如果突破了 请自己就赶快市价去追高 你会发现这样子听起来 突破赶快去追 看起来股价真的突破就拉了一段 但是你会发现 等突破了你再去市价买进 你能够买到那个价位吗 不行 而且手脚慢一点 通通都在帮别人抬轿 甚至人家这地方常常就是利用 散户这种心态 故意把股价看似突破 吸引散户追高之后 人家就是要怎样 反手来做出货了 割韭菜了 所以我都会建议会员朋友 我们做当冲 不要用市价追高杀低 现隆老师没通指令 也都是清清楚楚明白白的 定位这个定价在那个地方 当然如果没有成交到 顶多没赚 但是来看今天有没有机会成交 9点20分发出的指令 我们111.5到110.5之间先做买进 其实指令发出来的时候 股价刚好在做拉回 这个最低就是来到110.5的一个价位 那同时你看直到10点多 都还有110.5的价位 所以今天我们建议会员朋友 在110元附近 110元附近来做买进都没有问题 最低就是来到110.5 那买完之后呢 今天当然盘势比较焦灼一点 但股价仍然在尾盘下拉高上去 到了12点半左右的时间 最高来到112.5 甚至尾盘还有到113 那么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地方 顺利的建议会员朋友 找盘在110元附近买进的日月光 12点多建议大家112元附近来做卖出 今天当然盘势比较焦灼 我们赚的不多 1块钱的价差 但是百万额度来做操作 做个10张 今天一张1000 10张下来也是一样能够加薪个多少 加薪个1万左右 又稳稳的放在口袋里来 你看到一样的100万 你如果拿去邮局拿去放定存 那一年下来差不多才有一万块 你要放个一整年 可是我们今天利用党从 稳扎稳打巨扎成塔的一天 有结果很多人 赚到了一整年的利息 赚起来 那不只是今天赚 对不对 我们这样盘中满手赚了只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 上个礼拜全讯 你看到205.5以上短空先卖 203.5买回 那天2块价差 5张也是加薪1万 那25号 我们操作南店 那天大户洗完盘 再度进货 转强讯号出来 我们20299买进 一波吉拉大涨上去 309来做卖出 那天是大赚10块价差 百万额度 那天做4张 很多人一天就帮自己 加薪个四碗乳袋了 那再来到了这个26号做奇红 这地方先卖后买 又是赚回2块加差 5张又是加薪1万左右 那昨天我们操作新唐 成本附近买回 这个打平做收 绝对不留仓 今天的日月光 又成功的10张 赚回1万块 所以你看到最近5次出手 除了昨天的新唐 打平做收 其他还4次都有不错的获利 总共是5年不败的成绩 继续稳扎稳打的 在帮投资朋友 帮会员朋友 掌握赚钱机会之中 那也再三强调 县荣老师 虽然不可能保证大家 天天大获全胜 但是你看到 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就是跟从做当冲 当天进 绝对就是当天出 绝对不会有赚冲掉 看错叫你放波段 其实叫你熬单 没有我们当冲股绝不留长 绝不熬单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个保证每天最多 也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给你做操作建立 像今天也是唯一一档 3711的日月光 没有其他更多的股票了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是相同股票 所以今天所有会员朋友 跟着我做当冲 我们会员就两种 大资金做波段 小资族做当冲 那今天所有跟着我做当冲的 会员朋友 通通都是3711的日月光 绝对没有其他的个股 那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说谎 当场就是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持续在坚持 不说谎不骗人 每天赚多赚少 有赚没赚 我们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那如果投资朋友 认同现荣老师这样的操作方法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高枕无 高空手高枕无忧 再来找下一个赚钱机会 更认同现荣老师这样 每天提供大家最专业用心 重点是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那么都欢迎大家 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掌握赚钱机会的 欢迎继续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回来继续谈到这个盘式 还记得5月17号那一天 指数那一天是台指期的结算 我们说到高到结算前 外资突然大买其指的一个多单 结算日大买了台积电等全支股 拉高结算之后 这个行情很有机会 接下来外资指数只要转仓6月份合约 继续的做多 那么这地方接下来 你会看到台积电站稳基线 多方攻击量站稳2300以上 指数就会在这样子来回震荡 三个半月之后公市再起 结果现在真的外资的指数转仓到6月份 目前净多单仍然有3万口左右 继续的偏多操作 也让大盘指数突破了这个箱形 一口气攻上了16000点之后 这个礼拜最高已经来到16600多点 正如我们所说的公市再起 当然这两天碰到了负台指的期的一个结算 还有明天礼拜三的时候注意到MSCI 还有00878成分股都要进行来做调整 这个部分可能会有许多个股会有剧烈震荡 稍微还要去注意一下 当然最重要的震荡整理之后呢 就是观察外资 如果他的指数接下来转仓到6月继续的做多 大盘我说过这次降稳16000 会涨到哪里就不必去预设立场了 那我做股票都一再提醒大家 不要去有预设立场 什么叫预设立场 就是你看到太多的投顾老师 喊空的从12000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现在涨到16600多了 还在继续的恐吓你快要崩盘了 当然他每天都可以正正有词的 找到不一样的理由来告诉你快要崩盘了 但是你看到这叫做预设立场 对不对 要喊空就找了一堆理由 同样的很多投顾老师 告诉你可以买股票 结果18000 17000 16000 15000 14000 13000 天天叫你不用怕拉回找买点 每天也都可以找到一堆的理由 告诉你不用怕拉回找买点 但是这种都叫做预设立场 死多头死空头 到最后都会害惨的理 那我们做股票不要去预设立场 我们就从指标筹码价量去观察 那这一波行情我们说过 只要外资转仓六月份合约继续做多 这个公事再起会涨到哪里 我们不用去预设立场 就顺势来就好了 但是重点你会看到指数虽然公事再起 你会看到第一个个股的结构差异仍然很大 你手上爆了一堆手机股 爆了一堆航运股 现在指数涨到16000多 一堆人还是套牢着 赚指数赔价差 对不对 你会了解我为什么之前提醒大家 库存调整景气寒冬 还没有结束的产业 自行车手机航运 台积电以外的二三线半导体 空头还没有结束 记得反弹都是要找卖点 不然买错报错 赚指数赔价差 还有很多股票正如我们所说的 题材轮动很快 但是都是什么 短线搭户在这里面 所以指数靠着台积电 靠着金融股拉高上去 你会发现好多股票指数涨了 股价好像一时也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你一追就套牢 几个月前元宇宙概念股 宏达电不要说九十几块一百多块 对不对 六十几块又有人说 这里叫做突破了 可以买了 一追 现在指数涨到一万六千多 股价从六十几掉到五十几 对不对 企机这地方也看到 几个月前 他也沾上了所谓的元宇宙 元宇宙沾上了AI的题材 在这个地方看到 AI的题材 看到相关的一个股票 也是在那天拉出涨停板 一堆人去追进之后 现在股价从一百零四块半 反手杀到八十几块的价位 也是反手下杀 再来看到包括这地方 前阵子很红的生计股 台药一根涨停 多少人说这是转强 结果去追逐高点之后 一百块杀回到八十几 指数反弹创波段新高 又一堆人套牢在里面了 军工概念股的全训 也是在两百多跌到一百九十几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曾经 炙手可热的股票 甚至拉到涨停的时候 一堆人去追逐 到最后很容易就像我所说的 都是半天赚金条 一追又套牢 因为现在的盘势 就是指数靠着台积电 靠着金融股在拉升 可是其他的股票短线大户在掌控 轮动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 拉高上去 散户不追就算了 只要散户一追 人家就要出货 就要给你割韭菜了 现在上个礼拜 你又看到一堆人在追逐 所谓的AI伺服器的相关股票 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虽然说AI伺服器看起来这地方 这个市场大幅度成长 但它其实只占整体的伺服器 一小部分 而现在整体伺服器 因为企业在缩减资本支出 所以根据调查 现在整体伺服器的出货量 反而没有增加 反而还在衰退 对不对 所以呢 很多所谓伺服器概念股 虽然沾上了AI题材 但是我说过 未必业绩就会真的能够成长 像这样的股票 就只能操作短线 所以AI伺服器 当然相关供应链 跟它沾上边的很多 最直接受贿的 辉达供应链 台积电 日月光 还有晶圆电 金测 旺系尹威 台新科等等 其他还有绘图卡 伺服器 PCB 散热 记忆体 机壳 但是这么多股票 我也都说过 其实跟AI来讲的话 占它实际营收比重 大部分不到10% 甚至只有一两% 你说这样的状况 就算AI这一块 让它业绩翻倍成长好了 倍数成长好了 整体的营收成长率也是不到10%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提醒大家 当然我们会去观察这里面 接下来即将公布的5月份营收 如果真的有人业绩大幅度成长 启动成长动囊 大户也在进货 我们就来卡位 但是很多个股 我只能说炒上来 如果都没有业绩 持续成长做支撑 怎么上去 怎么下来的时候 那么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建议大家 采取我所说的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的快打当冲 当然很多人讲到当冲 就觉得说风险很大 我要再三提醒 如果有人跟你说 他做当冲风险很大 赔了很多钱 那一定就是两个状况 第一个他过度扩大所谓的杠杆 也就是假设你只有几十万 你每次下单 券商给你499万的额度 你也三四百万就给他下到满了 那当然你过度扩大杠杆 或者是你做波段也一样 你收上40万的本钱 结果你每次都用融资 100万就给他下到满 那其实你会发现 你这样过度扩大杠杆 再加上 那如果你每次看错都舍不得出 就想要凹单 那不管你做的是党重或者是波段 风险都一样大 对不对 尤其你做波段 如果你每次40万的本金 你都给他下一百万的额度 下到满 那会怎样 只要股价跌个三成跌个四成 你就被断头出场 血本无归 对不对 甚至你做波段 碰到那股价 连续跳空重挫 你想停损想砍股票 可能都来不及 对不对 你会发现那风险反而更大 相对的 我们做当冲 我强调 不是要跟他拼一把赌一把 而是要当个快乐的当冲族 怎么当 用当天的进出 来严格控制风险 我们当天进 当天出 而且每次出手都预设好停损 万一看错 一%多就跑 对不对 不要争大赔发生 顶多小赔而已 再来就是用有纪律的短线操作 来达成长期稳定的绩效 关键就是每天按照SOP 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国端出手 并且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所以像前阵子大盘在整理 我们采取反市场操作 中店当这地方 大家在看好节能题材 前一天大涨缩涨停 这地方一堆人隔天才在那追高抢进 发现大户已经在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我们先卖后买 那一天建立会员配 跟着我们卖在二水底上 19.3以下买回 19目标也都有达正 50张加薪个3万5 放进口袋 转完之后 农林当大家在追逐探权的题材 前一天大涨涨停板 隔天一堆人还在抢进追高的时候 大户已经在拉高出货 转弱讯号 我们就先卖后买 对不对 那一天跟着卖在平均25.2 打下来24.6买回 最低24.2 50张又加薪3万了 二连胜入带 再来充电桩概念股的试店 前一天锁涨停 隔天大户上户追高 大户趁机出货 转弱讯号出来了 我们也是先卖后买 那一天卖在103.5 打下来100.5买回 目标199都有达正 至少3块价差 10张又加薪个3万 三连省稳扎稳打 放进口袋 你看整理盘 我们就先卖后买 最近大盘攻击时机会来了 我们就短多先买 奇迹那一天这地方 998.3买进 拉高上去 别人再追高了 我们102.5卖出 对不对 4块2夹差 12张一天加薪5万 上礼拜操作南电也是转强讯号出来 299买进之后 拉高一波急拉上去 309卖出 10块加差 4张一天就加薪4万入带了 今天操作入力的光 赚得少一点 1块加差 10张也有1万左右 所以你看到我们就是这样 整理盘我们短空先买 攻击盘我们短多先买 多空灵活 而且用当天清除 严格控制风险 有机率的短线操作 达成长期而稳定的绩效 那兔年 今年以来 你看到 我们当然有赚有赔 每笔我都诚实报告 重点在 赚的扣掉赔的 赢亏相抵之后 累积报酬率 目前已经达到43%以上 也就是你不用说一次 下个三四百万 你就这样子 跟着我们这地方 每次百万额度来做操作 百万额度操作 现在已经很多人 帮自己加薪了四十几万 从今年以来 你看到不是不肯的梦想 如果说投资 认同县荣老师的这样操作方式 更认同县荣老师 每天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有赚钱 没赚钱 赚多赚少 都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都欢迎大家 想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 广告休息时间 就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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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资 嘎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限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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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资 真心照顾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提醒大家一次 那虽然台北股市在外资 这次旗子多单高达3万多口 继续偏多操作之下 指数有机会公市在一起 继续来做攻击 但是也要步步为营观察 哪一天外资旗子多单 突然赚宝突然走人了 那大盘也有可能在创新高中 再度的反手杀多 所以在这里赚钱机会要把握 风险意识仍然不能少 尤其对小资组来讲 想要最小风险掌握赚钱机会的 记得跟着我们采取我所说的 快打当冲作战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 依旧是大家最好选择 我们每天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清楚的告诉你该先买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下简讯通知 无论如何 当天待进 当天待出 就是这样的操作之下 这样个礼拜 我们连续操作 这地方看到 南电10块价差 4张4万入袋 齐鸿这地方2块价差 5张1万入袋 今天操作日月光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又有机会10张加薪给1万块 放进口袋里来 目前5年不败的成绩 兔年以来 累计报酬率 已经达到43%以上 很多人这地方 百万额度操作 已经帮自己 今年以来 加薪个40几万 不是不可能梦想 那如果投资怕 认同现龙老师 这样的操作方式 也想利用当从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政府顾海 共创双赢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